你该说的也说了 心无乐在说姐姐谢谢 因为我的话 我不在公司这个事情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在公司 你看之前打电话我也跟你说了 是什么原因 我都跟你说了 是的 之前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几个都在一起挺开心的 我知道 但是现在只是换了什么 你的工作仍然没有换 你的继续努力好好挣钱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反正我该说的说了 直播间很多家人们也在跟我说 让我也好好地跟你说 你一直压力很大我知道 直播间家人们也知道 我也让家人们都可以给你打电话 给你打语音 给你发信息 我都拜托直播间的家人们 都在跟你做思想工作了 是吧 家人们多给丫头鼓励一下 多鼓励一下 我的能力也就是这样了 我可能不会直播 可能我不会这个互联网 我不直播了 但是我也希望丫头 他有这么好的这个人气 这么多家人们支持他 我也希望你们多跟他 多跟丫头好好说说啊 家人们 真的 没有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来这边是一位 那个许多不是要送家人们 一些东西吗 所以我吃 是我亲自来抓 然后送给家人们 就是这样子 我才会来这里 要不然的话 我今天应该也不会来公司了 你要送什么东西 那些是正确的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 你不可能说 今天晚上给家人们送一次 然后你明天就走了吧 是吧 家人们不可能这样吧 对 你看 你看家人们都让你好好上班 好好上班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我上班什么的 如果说我能做到好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走真的家人们 其实这些话 我都仿佛的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我们几个不在嘛 不在这里嘛 我也看出你有些小心思 工作不能停啊 你被黑一年多 我跟你说 我都知道了 有很多家人都跟我说了 你被黑一年多 我说这个是事实 但是你说被黑一年多 都是小问题 钱也没挣到你 所以我没关系 你要好好工作 你要好好的工作 真的 你们是不能理解 我的那种苦衷 我的那种苦 真的 我的那种压力 对不对 并不是说我在 我在这里啊 我就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在这里 我什么也 就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我做不了什么 然后就我就 白白去拿人家的工资 是吧 成为别人的负担 这才是好的吗 你说这个话不对 谢谢我火了啦姐姐 你的努力 你每次直播 我都有在看的 只是我没有看 看一直看到最后 因为这几天你也知道 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上班 晚上有时候 我都挪点时间 开开播 但是你开直播的时候 我十分八分钟 我还是看的 我还是知道的 你没有不努力 家人们是不是 丫头没有不努力 是不是 他没有不努力 他只是有压力 我知道 我看的清晰楚楚 明明白白白的 你看家人们都说是 今后要拜托家人们了 家人们 我在直播间 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丫头不听话 你们就骂他 就说他 跟他打电话 他不听话 天天开心 但是其实很多事情 我觉得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也是老到不晓了 我这么大个人了 那什么样的事情 我能扛得过去 什么样的事情 我扛不过去 这个我分的肯定是很明确的 你得坚持 你要坚持 并不是说你们让我坚持 我能坚持得下去 我肯定坚持 你去别人那里 如果你去别人那里 去别家公司 或者是去找别的团队 你又要从零开始 你知不知道 你要从零开始 为什么一定非要去别的公司 去找什么团队呢 对不对 你在这里 我也知道许总 他们对你还算可以 但是 我还有事情跟许总说 我还有很多事情 我也要跟许总说 让他也关于你的事情 我还要跟他说 不然我今天 我今天也不会过来 我要算被通的 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过来 不是相当于就是像那种 我肯定是 如果说我能坚持的下去 哥哥姐姐叔叔爱满 我肯定会坚持 真的 但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 你们觉得就是很容易 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很难的 真的 有这么多家人们 都在支持你吗 你做得好 或者不好 你在他们的心目中 就是孩子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的 孩子做错了事情 教长 他也会给你原谅的 不是说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们就讽绝你 他们 我相信直播间教长们 不是这样的 他们一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坚持 说句实话 我在这边压力太大了 有的时候被压的 我喘不过气 但是我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会去 站在我的立场上面 去为我想过 去为我考虑过 真的 哥姐姐们 并不是说你 你老你做错了 知道你是有压力 我早就看出一个月前 你就说你不想在这里做了 你就跟我说过 其实我做这个决定 我也是想了很久的 那我们回去 回去挖竹笋 我也回去 我肯定要回去 肯定要回去挖竹笋 你说什么 还肯定回去挖竹笋 那不然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 让我妈妈 要跟以前一样 我们在那个山上去挖竹笋 挖竹笋没什么不好的 他说挖竹笋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都想笑 你觉得可能吗 你觉得可能吗 主要是丫头没有文化 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难处 哥哥姐姐们 真的 不开玩笑 并不是说 对吧 你不管你做什么 你不能一直想着去 依靠别人 对吧 或者怎么样 仇为别人的负担 那肯定是自己能做得好 那肯定是自己做不好 那我们也不能去 仇为别人的负担 对不对 你这个人真的 谢谢我 谢谢干嘛 没有文化是不可怕的 没有文化一点都不可怕 我跟你说 我们想法设计的走出道山 你现在要回道山 真的 对你无语了 弟弟在 弟弟也肯定也有他的工作 那他每个人的工作 分配不一样嘛 这个 因为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你们是有文化 你们上过学读过书 你们也会写字 也会用电脑 各种你们都会 所以说 你们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些事情 是我最大最大的问题 多了没有 家人们 你没有鼓起 你不是说你要今天 你之前先跟我说 你要给家人送什么 那你就送送了 然后我再跟你说 好好跟你说 真的 我说过去说过来 也就是那些意思 剩下的 我就是要跟你的老板许总 跟他谈一下 跟他说一下 我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这些了 你现在要跟家人们 做什么的 那个什么活动 你跟家人们 怎么安排 你安排 好好的跟家人们安排 就是那个哥哥姐姐们 就是那个许总 不是那天 不是你们也看到了吗 他要 但是这个送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要挂个 怎么送啊 杰哥 是用那个福袋 家人们就是抢福袋 抢福袋 对 当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有福袋记录的 看你这个是什么 每个福袋的话 是十个名额 十个名额 就是每一次 每一个福袋 就是大家家里面去抢 抢了之后 他有十个中奖名额 这十个名额的话 到时候就会 我们这边去 寄一个快递 哦 就是耗台囤 是这样子吗 对 对 刚刚有个人说 又开始又开始卖货了 这个是真的一分都 不要的家人们 这是送你们的 不要不要什么都想成是 就是怎么怎么样的 不是那样子的 那说送可能就得送 但这个没有多少 好像有 只十个是吧 就是七八十条 七八十条 可能福袋的话 我们调整最快的 三分钟一波的话 可能就是七八次福袋 七八次福袋是吧 对 哥哥姐姐们 哥哥姐姐们 你们想不想要啊 那这样子吗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 是许总 是许总送给大家的 是他 他去乐厕大夫那里 就请来的 所以说 那送的话 肯定也要许总也在呀 可以把许总 请过来 打个电话 你不懂 你就跟许总打电话 你去跟许总 打打个电话 家人吗 我打电话 过来过来过来 然后把你们的事情 我给他说点事情 那肯定你让许总 亲自来送嘛 是不是家人吗 我刚刚都没看到他 喂 许总你在你在干嘛呀 我在这边说了点事情 不是这个公司的 这个合同那个事情吗 当时给你解约了 嗯 你现在在处理那个事情是吧 对啊 那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过来呢 我在公司里面直播 你在公司里面 我在公司 我在一楼 你在一楼吗 对啊 哦那你那你上来吧 就是不是送那个龙神什么的吗 我觉得还是你亲自来送比较好 啊怎么了 就送给 让你送给粉丝们的龙神 送给家里面的龙神 没有我还送出去啊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 是你请的嘛 然后就是这些也是你送的嘛 所以说 我我还是希望你来 行行行行 在二楼是吧 嗯嗯对二楼 嗯好好好 好 哎呦我刚刚在一楼都没看到他 他一楼 我在下面跟他聊聊天 嗯 欢迎教人们 欢迎教人们 看到你们 对对对 一如今往的支持 腰头 二楼在这里 谢谢你们了 二楼可能也不会直播了 我想到公地上 我 好好的去干活 挣钱 养教呢 我 我没有能力 帮助腰头 帮助任何人 我 我唯有的就是 今天挪点时间出来 我 我好好的跟他说一下 我也带着教人们的 意思来的 昨天我不是开过伯母 我也跟教人说过的是吧 我带着你们的意思来跟他说 还有就是我要跟徐总 说一下他们的事情 刚刚我听见你们说什么紧固了 你先别慌 先别慌 对对对 咱们等一下徐总好不好 家人们 好的话我们打一波好 就等一下徐总 他在他在一楼 然后我们现在在二楼的办公室里面直播的 然后他一会就上来了 徐总 小处也在吗 嗯 对 今天怎么也过来了呀 老天都想过来找你了 是吗 是的 怎么了今天过来啥事 对了 对了 因为 这几天我也听说腰头 比较有压力 他也不想在这里坐 也不是说他做得不好 我相信腰头 不管他在哪里 也不是说他做得不好 这样 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事 感谢 感谢 感谢我们的家人们 对 咱们打一波欢迎徐总好不好 哥哥姐姐们 今天是这样 家人们 我说一句哈 就今天呢 是我们要给所有的粉丝 把我去乐山大坡这边请的龙神 送给大家 是不是 上次我们开播 也给大家说过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个 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嘛 好 可以 对 就是我们说送就送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我们不要在这里 就聊下其他的 先送了我们再说 行不行 行 可以 怎么今天只有 还不到五千人呢 还不到五千人 对 还差一点 上次我们开播 还有八九千了嘛 哈哈 快据掉了一半了 我就看到 怎么今天给大家送东西 反正人气还少了呢 哈哈 你们是他们还没看到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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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简单的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装好了的 今天是我亲自在这里装的 哎 哎 不 这个 不要录 不 这个 有没有 能不能 这个 要不我还是先刮一个 什么链接 我记得上次 但是你随便 那个 你把那个 只要 只要 不归归就OK 家人们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挂小黄车 不是要卖这个东西啊 因为是这个直播 平台管控的 非常严格 如果说我们稍微 说一句话 说错了 我们就会被抬着 对对对 现在可以这样 现在可以这样 刮了一个链接 刮了一个链接 OK OK 请家人们理解一下 请家人们理解一下 对 咱们理解 打一波链接 好不好 哥哥姐姐们 哎呦 你看少了四千人 有四千个朋友 他们都没有机会 拿到我们这个龙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对 确实 那这 我们 一次 送个十个怎么样 家人们 我们一次送十个朋友 行不行 行不行 行的话 我们打一波行 你们说行 你们开始说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送了 对对对 要看一下 他们的反应 说可以 说可以 可以理解 等一下 理解我看一下 行的话 我们就一次送十个人 那这个福袋是能发几分钟的 福袋最少的话 三分钟 发三分钟的 就发最少的 不要让我们的家人们久等了 对不对 直接我们三分钟 然后十个观众来抢 抢到之后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行不行 是后台到时候是可以关注的吗 你今天跟我讲 今天抢到的这个观众的话是有记录的 有记录 对到时候我们直接私聊 行 找到那个观众私聊 对 那丫头来 我们拿十个出来 我们直接拿十个出来 直接给小伙子们送 来 三个 三个 先 四 先说不要不开心 我们不爱 没有不开心 没有不爱 我今天过来 我很开心 我只是有点习俊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待会再说 因为今天我和那个乌子墨说了 我说今天先把这个事情做了 先送十个家人 先送十个 行不行 这个十个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十个 OK OK 那家人们 我待会马上就会给大家把这个福袋给大家挂上去 大家就去抢就行了 好不好 对对对 你们就是点这个福袋 领抖臂 领到的十个人 到时候我们会 后台给他发信息 然后你们把你们的地址 还有你们的一些姓名 信息给我发过来 发过来之后 我就让乌子墨亲自去给你们寄 行不行 对 行的话 我们打一步行 哥哥姐姐们 都说行 哦 可以 OK OK 那可以 可以放了吧 那我们先发一个 然后 然后那个福袋上面就写着 感谢家人们对乌子墨的关心 好吧 好吧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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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里能不能发发 发不了 那那我们只在这里发 只能在那个设计 来来来发一个福袋 比如说怎么发 哦 发一个我看福袋在哪里哈 马上 等 稍微等一下 各位姐姐们 来来结果来弄 来结果来弄一下 在哪里 那个这个穿穿 这里这里 嗯 OK 啊 家人们不好意思啊 我不会直播 所以我都不知道福袋在哪里去发 啊 对 发 发十个人 这个发十个人 对 参与对 对象 对 所有 那个 关注的 关注了的 因为 这个是发给我们家人们的 这个 所有观众把它弄 如果说没有关注我们的 嗯 有没有那个 金粉丝吗 对对对 金粉丝 啊 啊 OK 要不然的话 没有关注我们找他也找不到呀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在这里再输入一下 输入一下 说什么 呃 感谢家人们对物质播的关系 啊 小叔 嗯 反正 还是那句话 就是 稍微等一下 稍微说你离开公司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是 但是如果说是 以后想回来了 想回家了 你就直接给我讲就行 嗯 这个 这个 我 对 把这里当自己的 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就把这里当成家 我想回家 可以了吧 直接点就可以了 是吧 哦 对对 对对 发了没有啊 什么意思 嗯 这发不出去吗 等一下 哦 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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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家人们 你发到十分钟了吗 啊 没有选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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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就直接十分钟了 那那怎么办 那那发的发的应该就没 没关系 就是十分钟 就就就应该没有办法 这个发了 待会儿 时间就行了 可以 他这三五时间 三五分钟 跟你聊天 我确实 我确实 是不是 对 对 不夺这些家吗 来 这个这个时候可以展示了吧 可以展示 因为可能前天 还有很多人 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呃 就是直播哈 家人那个 我这么把那个盒子打开嘛 给家人们看一看 嗯 对对对 就 那个要遮一半 就是 三角形的 就三角形的 那个把它遮一半 对对对 遮一半 这样的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啊 这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 它是一个龙神 龙神在今年的寓意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龙年 对吧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是我们老祖宗传下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特别符合 今年的一个礼物的这个性质 所以说我说我专门去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请回来 然后也表达也表达对什么呢 我们家人们对物质末的一个关心 对对对 嗯 没关系慢慢来 我刚刚本来想发三分说 但是我 我没问我直接点了 我就不懂那个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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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久你们稍微等一下 哥哥姐姐们 没事多三五分钟都看看小头嘛 但是他这个对他这个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抢得到 那那那那没事我们这一波可能是十分钟 下一波就三分钟啊 我们直接来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的时间也有限 就包括物质末可能他们待会儿也有事情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家人们送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下播了 好吧 对对对 可以 可以 来吧 就趁这个 趁这个附带 有十分钟 那我们就可以量一量 你 我 我知道 徐总 今天我过来 我也是两个 两个 概念 你说第一 我是跟妖图 带着家人的意思 我让她扭下来 第二就是 我也了解了这段时间 丫头在这里的动作和你 你怎么对她的 因为我的确我的能力 我没有 没有任何能力帮助丫头 我只希望的是怎么呢 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事情 你就是 首先丫头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你多开导她 不能让她有回 有回农村的想法 她做错了什么 我相信你一定要让她改正 而不是说好 我生气了 我心里面不爽 你一定要做得这样 多爱她 就是多爱她 这个谈话上什么爱 多爱护 第一个 我觉得小说 既然我今天没想过你会来 你听一听 乌兹末的一个想法 就我 最近这两天 前天我还专门去乌兹末的家里面 去找她 我这个事情 你多听听乌兹末是什么一个想法 可能你们 我知道你去了 我知道你知道我去了嘛 但是你这个事情 我觉得由乌兹末自己来说 她为什么不想留在这个公司 其实我心里面很清楚 我心里面很清楚 丫头你可以给小树讲一讲 也给家人们说一说这个事 对吧 对 确实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家人们的话 可能大部分都看过我直播 之前也讲过了 但是 其实我在这边呢 电脑我也不会用 就简单的一点点 对吧 去看个文件什么的 这些我会 其他我都不会 然后写字各方面我也写不了 我不能独大一面 然后那我在 我留在公司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吧 就不能我什么 我就是我自己那一份工作 我都做不好 然后又白白拿那个工资 我为什么做的 一定要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对 小树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乌兹末 他这个人特别的善良 就包括我们的家人们也知道 这个我比你清楚 对 这个你很清楚 所以说他不愿意在这个公司里面领工资 但是呢 你也放心 第一个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司 他还在运营的话 乌兹末他 每一天他都会成为他的负担 因为他就觉得 公司一直在亏损 他就一直想把这个钱 交给公司 他不领工资 什么什么样的 知道吧 你就不能带领他好 第二个 做起来 我不是说 我不开公司 我就不带他了 没有这个说法 我的意思 我那天和丫头也讲得很清楚 他和他弟弟 如果说他觉得 不要工资 我说可以 公司我们也可以暂停的去运营 小伙伴的工资 我可以把他们 装在我的商办公司里面去上班 让这些小伙伴 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收入 但是第二个 我会带着乌兹末 就包括什么资源啊 包括什么人脉啊 这些我都可以给他介绍 这个确实是 你想太多了 就没有说乌兹末 就以后要会回农村 我说了只要他不回农村 不能回农村 不能回去 这个你放心 这个事情你放心 因为如果他现在 如果离开这里的话 他做什么要重新 从明开始 我都跟他说了 好不容易坐到这里 虽然我们几个 之前我们在一起 现在没在一起 又不代表什么 是吧 我们还是在联系 在沟通 现在主要就是让他挣钱 让他挣钱 就是这样的 哎呀 我说话有点直啊 徐总 小叔我跟你说 吴之末这么挣钱不重要 因为我相信他现在 也觉得不重要 我也觉得不重要 不是就家人们 为什么我这么去讲一句话 我觉得我现在 是要等什么呢 小冬 东山在起之后 由他来带着 乌兹末正正的去挣钱 我现在我不是说 带着乌兹末要挣钱 我只需要把乌兹末 做得更优秀 把它培养得更优秀 等小冬回来之后 让小冬也看到 乌兹末的成长 让我们的家人们 也看到乌兹末在成长 就可以了 他为什么 我跟你说 乌兹末只要现在 他不要有公司的经济压力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够了 他有压力我知道 只要我把他身上的压力 给他放下来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对乌兹末是最好的事情 至于这么挣钱 这些事情 我觉得没必要 对吧 人生他还小 他才25岁26岁 我总体来的意思 就是不能让他回农村 创业挣钱 在我心目中 也就是一个概念 都是差不多的 小叔你也别激动 这样家人们 你们告诉一下小叔 乌兹末是不是那天 已经说了 他不回农村了 说了以后 我要带着他 对不对 给你介绍他一些资源 他也想 那你们还在说什么 解雇的合同 解雇合同 只是说什么呢 让他把公司的股东退了 因为如果说 他不退 不退这个股东 他每个月 他按照公司的规定来讲 他每个月 他要去负担一部分钱 小叔 不是说 我要让他把这个股东退了 反正就是不能 不能退 不能让他回农村 就是小叔 你相信我 你也相信我说的 不能让他回农村 你好好把他带走 你好好把他带走 行不行 你答应我行不行 徐总 就在这里 我们这个福袋 还有几分钟 帮我看一下 福袋还有几分钟 因为我这里看不大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是吧 那我再多嘴两嘴 就今天呢 本来我是这个事情 我想给乌志默私下说 然后今天刚好 小叔也在 然后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们 现在有多少 我也看不清 四千多 四千多 四千多的这个家人们 就是我们没来的家人们 到时候这些 在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也可以给他们讲一讲 我有一个提议 和一个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可能在过 三四天的时间吧 我就会去出差 然后我这次呢 可能要去外面待一个月 待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 丫头 我放心不下 所以说 我想让你和你弟弟 弟弟我们两个 对 你们两个陪着我去出差 然后 所有的生活费 路费你们不用去操心 我这周的带你们 一个是什么呢 去跟 带你们去旅游一圈嘛 相当于去旅游 去多看一看这个世界 还有那么多城市 你们也没去过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然后我再带你去 是一些新的朋友 我也希望他们 在未来的这个工作上面 能带给你一些帮助 知道吧 许总你们 不是许总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的话 那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乌兹末就可以答应我 那你公司这边呢 公司这边 我跟你说 我这边派财务来监管就行了 每个月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费用 我让他们抱上去 然后对公司刷受不了负担 然后我会留两个保洁 每个星期过来打扫一下 卫生 就每次我们只要一回来 来保证这个家 干干净净的 对吧 以后小东 再多三再起啦 你们 你这边也成长了之后 回来回收这个公司 我缘分不能还给你们 你看家人们都特别支持 我有说话 家人们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一直是在外面 就是到处去旅游 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摄影师 他的 也是做网络的嘛 非常非常好 我都很想带乌兹末去看一看 然后去 带他去看看这个世界 一边的带着他和弟弟去旅游一下 第二个就把他们的事业 当然他们去多看一看这种风景 对他们一定是有好处的 不要叹气了 不要叹气了 小叔 来我们这个福大还有多久 怎么说到那么半啊 还有 只有二十秒了 家人们 只有二十秒了是吧 对 准备好这里啊 咱们点 点进去 所以说今天我们不用去聊那些不开心的 家人们 今天我们就说在我们这里来 把这个龙手给到大家就行了 对不对 小叔 我们开心一点 其实也没有不开心 我就想你多给他些帮助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说多了说的 三二一 一 那开讲了 我们看到有谁 幸运观众是谁 可以这里可以讲 对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有谁中了奖 元凤天空 来 元凤天空中了奖 三棵树 三棵树平儿总代理 这位粉丝 对 然后美美 美美 雨过天晴 新的开始 严峻祥 就是前十名 前十名 还有十名来 还有那个二三五八 用户 五五零四 二三五八 我行博数 吴明草 吴明草 好 就这十位观众 这十位朋友 你们抢到了我们的这个东西 来 对 等一下 需要截图吗 后代看得到 后代可以查不到的 我们一个就在习戏 可以 OK 恭喜我们这十名 公英 幸运观众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下播嘛 下播之后就马上私信 行不行 下播之后就马上私信 然后再送是吧 对 对 然后直接再送 记得选一下时间 时间 我们中了奖的朋友们 中了奖的朋友们 然后呢 下面应该是在下面 时间在这里 对 看有没有一分钟的 没有 最快就三分钟是吧 来 来 继续发这种 继续发这种 好了 又给你们发了一个 家伙们 又给你们发了一个 到时候会 后台会直接私信你们 没事没事 我们还有机会啊 还有六七次机会 中了的朋友们都有啊 但这个东西呢 可以一个人中两次 但这个呢 基本上可能性不大吧 那中了两次的 那这个没办法 别人的运气好嘛 对 是不是 自己留一条 给老公或者老婆留一条 或者给自己的儿子留一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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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多人参与了 两百多人了 三百人了 没去参与的都抓紧去参与啊 没抓紧的都抓紧去参与 这个是乌芝末亲自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对 对 我很多人去了 很多人都去了 对了的 对了的 对了 OK OK 去了就行 不用 不用 不用感谢我啊 不用感谢我 感谢 感谢你们自己 为什么感谢家人们自己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对乌芝末的所有的付出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回报的 对 家人们来咱们打一波石头大气好不好 谢谢谢谢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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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今天送东西 反而那个人没有我们 就是那天我在来找你的那天 刚你自己在农村里面开播啊 对对对 那天我还记得 我专门给所有的粉丝都讲了 我们下一场直播 一定要给大家送一送东西 刚刚你知道我 我刚开播开播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以为是很多黑白在带节奏 说这个是拿来卖的 就算卖也正常啊 就是你卖货也正常 对不对 你要卖你就直接说你卖 你不卖你就说不卖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要想到那么复杂啊 家人们不要想到那么复杂 对 所以说我这个对吧 送的肯定要送 对吧 我卖货的我肯定要说我要卖 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很多那些黑白都 对 在许种大气啊 哎呀小叔 你这样说 真的你还把我说来 不好意思 没有 你去大福去求的这个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点点心意 就是家人们 就这个东西 我问你说它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我看到有粉丝说 不认识你想看看你 你过来 我来吧 你坐 小叔你坐 你坐 对 他们说叫你录 你坐嘛 你坐 不是 你先坐 你坐 我来跟你讲 我来跟你讲 家人们这样 如果说 乌兹末 他和我一起去出差了 然后在我们在外面去工作的时候 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露这个脸 行不行 一定给大家露脸 行不行 家人们 就是现在 现在不露脸 是不是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好意思 我还没做过这个准备 你知道吗 就是第一个 本身我也没有直播过 我都是 你那个 小婚女都是的 哎 福泰完了 世界 来 恭喜一下 我们又有十名幸运观众中奖了 对 什么 姜姜 姜姜 家有萌把 对 幸福 对 幸福 福予 阳光总在风雨后 还有两个 用户开头的 对 还有小浩宇 恭喜这十名幸运观众 来 来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来 继续发 来 继续发这手 不要停啊 今天我们这个扶的都不要停 好 那我再放一 你开心一点吗 走 走 我这几天一直在上班 腰痠背痛的 我拆轿子 坚持鼓励山 我就看你没精神 我就说看你没精神 怎么回事吗 腰痠背痛的 腰痠背痛的 我一直在拆轿子 这里家人们这里 拆轿 又给你们发了一个 对 建筑上拆轿子 你帮我背痛的 我这里还贴这个 以前我也在棍地上上班 那种是这样子 我痛的不行 也要说背痛的 你贴的啥东西吗 我贴的这个 就贴的这种 你认识这个 这种也别多太多了 那太多也要不好 我贴很多张的 你贴的多久了这个东西 我每天都在贴 我干活的第二天就开始贴 第二天就开始贴 来 估计 我跟你说 你刚好合适 去把我车子里面的那个 拿过来 那个喷的那个 那个炸的 对对对 后备箱 在后备箱里面 好 去给我拿一下 好 去工地里面 你为什么现在要准备去工地呢 把零食工 这里是把零食工 拆车子 还有可能六七天那样就拆完了 我说实话 就有些时候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去离开公司 如果说 为什么要选择上工地这个事情 这个之后我没有能力 我觉得我只适合在工地上 真的 然后我在这个公司也不能帮 帮雅头他们做什么 所以我一直都在跟雅头说 那他一直要坚持 所以我今天过来我也想跟你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得好好的把雅头带上 什么什么退什么 刚才你说那个 然后他刚才还跟我跟我聊 他说他回去旧宝族上 真的气死人 你先把自己的事情照顾好嘛 就准备要走吗 是要去外地还是什么的 我要去外地 我要去外地工地上 去外地 去哪个地方 我把我父亲安排好了 我就去工地上 去工地上 我昨天再跟家人说 我今天就抽点时间过来 找你们两个 跟你们聊一下 谈一下 你父亲也生病了 父亲也生病了 你这个事情怎么没跟我们讲呢 可以跟我们讲 那这样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明天我们去医院看一看 我后天把他接过来 后天吗 明天孩子上学校的后天 后天回到家 有没有严重吧 严重就是严重 挺严重 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 我实际上我说 怎么你心情那么不好 方方面面的心情 腰头的事情 父亲的事情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哎呀我们未曾遭的心情 反正今后 腰头就拜托 所有的教授们 把他当你们的孩子 有什么就跟他说 你打了吗 你打了吗 我打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打了几个 你自己要吃掉了 这个我记得我猜 我猜过一遍 我猜过一遍 我跟你说 你那个这个吧 来小苏 我跟你说 这个来 你把那个扯了 扯了然后你碰下这个 好了 还有 有哪些 有人中养了是吧 对对对 来那个小苏我看不到 你帮我念一下 这个生活的羊角 还有喝 永和微笑 还有一个用户 415元定精神 云作的雨 寂寞守着我天雨 橘子相随 月月老女郎阿姨 啊 谢谢啊 就感谢我们这十名幸运观众啊 哈哈 等一下我再发一个啊 继续发一个 对 就我们今天要发了多少个了 来 三个了 三个发完了 你要数着 待会你发多了 你到时候没人送 哦对 你先数着 你们发了几轮了 呃 现在是第四轮 这是第四轮了 来来来来 你把那个拿过来 你先把这个拿过来 好 这个是第一轮的对不对 然后来来来 你来那个备注一下 第二轮 对第二轮 你继续拿出来 家人们 呃这是第二轮 然后还有 第四轮 不是一次性是十个 你这里只有十五个了吗 嗯 只有十五个 再来五个 对 来来来来 武器来装一下吧 武器来装一下 可以 我给他装一下 好家人们这里啊 福袋给你们发了 这里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 你们参与一下 你把你这个扯了 你把这个扯了 扯了那样子给你喷一喷 我我 瘦了吧我才推的 你扯了嘛 你相信我 嗯 你相信我 试一下这个嘛 你相信我 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你相信我 你用了你就知道 哎呀太疼 哎呀小心了小心了 谢谢感谢混火 你去把它喷两次 喷两次 然后把它按摩一下就可以了 两次 对对对 喷一次按摩一下 看到没有这个吸收完了 我去这里 我去这里 对 你看全部都红了 红了太多 我真讲 不是你 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你到底咋了小竹 你要不就回来上班吧 然后再这样再抹一抹 这样抹一抹 对对对对 你回来上班吧 你在去工地上干嘛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你现在跑去工地上呗 在这里多好 我一天睡四五个小时 有时候三四个小时 可以了吗 这样子行的是吧 可以可以 我看他这个特别严重 严重的话 我就再给他多喷一次 亮油油的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嘿嘿好东西 这个他用抹上 你你先喷 一会他可能就会有感觉了 现在都有感觉 现在都有感觉那么快 不是有点痛 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是什么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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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有点痛 有点痛 OKOKOK 我学一下说 丫头有孝心 好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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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痛呢 痛啊 怎么可能是那 感觉什么都糟糕的 你说是那种清凉的感觉吗 你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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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比刚刚好一点 你动一下嘛 好 你这样 你稍微试一试 是应该是刚刚扯那个 布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把你那个 我感觉是那种 穿通力太强了 那种感觉 穿通力 他本着就是透骨的 本着就是透骨的 这种效果才好 那个穿通力太强了 哈哈哈 好东西 就是这样的 知道吧 你这个你在 这里还有几个 你你拿点进去 这个合不协平 你不用管多少钱 又有人做奖了 来 来 待会儿 来 这里有人做奖了 哎 这是中奖的是谁 给大家说一下 好 微笑 什么小近思 什么摧毁大地 万事如意 四季花开 还有呢 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 这个叫做契合文化 契合文化 然后我们的这个风格 然后秋秋 简单幸福 梦与 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感谢啊 感谢我们这十位家人们 平时对我们乌之末的支持 谢谢你们 还有多少 你帮我看一下 里面还有多少 现在是第四轮了 是不是啊 家人们 马上准备第五轮了 马上第五轮 马上第五轮 前面是第四轮已经 我们这个不真实 对 咱们抢到的时候抢到了 家人们 这个五个 啊 把它弄一下 对 现在好一点没 你这个穿通力有点强 你现在 你感觉是不是没有那么痛了 现在不同了 是不是 现在是不痛了 尴尬 就清清凉凉的嘛 是不是清清凉凉的 第五轮啊 家人们准备好啊 怎么抢呢 就是你参与那个福袋 你我给你 我发的时候 你们去点就可以了 好像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对 就他们只需要点一下 他们不知道的 然后就交一下他们嘛 对 就是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有个福袋嘛 然后你点击去参与就可以了 然后到时间的时候 你自动你就能抢得到了 抢到了 待会下播咱们给这个 家人们去快递啊 对对对 对 你看马上有200多人去参与 很多人很多家人 对 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一定都是那种 非常非常 就是你们怎么说呢 就是 非常非常铁 铁的一些粉丝了 哦 铁粉 对对对 我记得了 很多人都在说铁粉啊 对 哦 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去想 三百多人 四百了快四百了 家人们 大家赶紧的往上面去冲一冲哈 走上脚这个福袋 对对对 确实还是这个还可以哦 已经过只个 只个福袋 现在是第五个了 第五个了 对 已经发了第五个了 OK OK 可以 那你看一下 属一属这后面还能发几轮 应该我记得应该还有